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這邊是個正立方體 ABC株EFGH 他告訴我這三個頂的坐標 可見邊纏都四起 懂他 正立方體嘛 重點在這邊了 麻煩你看清楚來 第一件事情 他說一個四面體叫 CBG株 CBG株 這邊一個四面體 好 你把這CB CBG株 把它零線連起來 這邊一個四面體 這樣行不行 換句話說你今天就這樣切下來 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這邊有BG有B株有株G 這樣行不行 好不好OK這邊一個正四面體嘛 這樣行不行 好 不是正四面體 這邊一個四面體 這樣行不行 好這邊一個四面體 藍色的再看 他說又告訴了一個四面體叫啟 BAFC BA在這邊 F在這邊 C在這邊 這邊又一個四面體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來 重點在這邊了 這兩個四面體畫下去 行不行 好這邊原本一個藍色四面體 這個紅色四面體畫下去 好不好 他們會怎樣 會交錯出行不行 好不好 會交錯出一個新的四面體 叫做Omega行不行 會交錯出一個四面體 換句話說自己聽 這邊一個 這邊畫下去 這邊畫下去 其中你看一下 這邊和這邊的交點 是在這邊 這邊和這邊交點 是在這邊 可不可以 這兩個點 老是一個叫P點 一個叫Q點 行不行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這個現象 這時候 畫過去 畫過去的時候 在這邊 對吧 原本是這樣畫過去 那這邊這樣畫過去 所以說會以這四個為頂點 形成一個什麼體 四面體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這邊會有一個四面體 這樣行不行 行好 這一面 這兩面 這一面 這一面 四面體 告訴我 四面體 剛好有幾個頂點 有幾個頂點 四個 所以說就是你這四個為頂點 行不行 這一面 這一面 這邊 過去有這一面 這邊過來有這一面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兩面 這兩面在後面畫過去 他以線段PQ為零線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喔 這去想像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好 第一個題目 A選項 他問我有一個頂點 主要是112 行不行 麻煩你 這時候把這四個頂點找到 這樣行不行 來 這個頂點沒問題 對吧 他A軸12 利軸12 所以 2 0 2 對吧 這是在利X平面 這個 這個是A軸12 Y軸12 利軸12 所以是 2 2 2 這樣行不行 這Q點 Q點會在這邊 把它投影下來 A軸11 Y軸11 利軸4起 2 1 1 2 P點 把它投影下來 A軸4起 2 Y軸4起 1 利軸4起 1 所以 2 1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你看一下 第一個選項 他說 有一個頂點4起 1 1 2 對不對 對對 Q點就是112嘛 所以A選項正確 B選項 他說有一個零線的什麼 線量4起 10 負1 對不對 換句要說 你看一下 一個四面體 還有幾條零線 123 4 5 6 有剩6條 對吧 問你 其中有一條的線量4起 10-1對不對 你看一下 有沒有 有 123 4 5 6 有沒有10-1的 有沒有 基本上 題目會考 一定是考這邊 一定會跟PQ有關係 知道嗎 否則考這個沒有意義嘛 對吧 所以說基本上一定考PQ有關係 所以說你看一下 相檢的時候 你看一下 限量誰 限量 QP 是個 10-1 有沒有一樣 有 確實有這個限量 限量 Q QP 是就這樣子 所以限量QP高 是這一段多少 10-1 所以對不對 對 這樣行不行 在C選項 他要說有限量有兩個側面會垂直 對不對 這個和這個 對吧 這一面 和這一面嘛 他告訴一個直角一個在上面一個在側面 所以說這兩個側面搞怎樣 垂直對不對 對 這沒有問題 對吧 也就是誰 也就是三好奇 對吧 P P Q C 和誰 三好奇多少 P 多少 P P C 好不好 OK老師寫一下 這兩個 B Q C 和 P C P 這兩個 垂直 P OK 可不可以 再看一下租選項 他說側面 他說有兩個正三角形對不對 基本上 不用懷疑 你看一下這邊 這邊基本上是一個直角 因為這是一個正番形 對角形畫過來 這是一個直角 這也是一個直角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的四面體有四面 這上面正面下面正面彼此是個直角對吧 所以說重點是這兩面 好不好 是不是正三角形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P Q C 好你把這兩點距離算出來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線段QC多少 線段QC 兩點距離是 算出來自己 2-1平凡1 2-1平凡1 2-2 0 開根號 所以 QC是幾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開根號 再算一下 QC是根號2 CPA CPA是幾 2-2 2-2 2-1 2-1 1加1 開根號 根號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兩邊都是根號2 所以重點是誰 線段 P Q 這兩點距離 2-1 1平凡1 1-1 0 平凡0 1-2 -1平凡1 算算也是根號2 對不對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時候 三角形多少 三角形 P Q C 為 正 三角形 這樣行不行 好 再看一個 這時候你看完了 這個是正三角形 那基本上 這也應該會是正三角形 對不對 因為PQ是幾 你不要懷疑 這是一個正方形 邊纏是2邊纏是2 所以對角線是幾 2-2 所以說這對角線 這2 這2 這對角線是2 更號2 所以這段 PQ是幾 更號2 對吧 這段BP也是幾 更號2 行不行 他們剛好就是對角線的一半嘛 對吧 PQ也是幾 更號2 對吧 剛才這邊算過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三角形多少 三角形PQB也是什麼 正三角形 所以說他說有兩個正三角形對還錯 基本上說有一個側面是正三角形對還錯 錯錯應該幾個兩個才對 所以朱選項是錯的 這樣行不行 來看一選項 問你這時候他這塊體積是幾 體積什麼算 底面積乘三 高 對吧 告訴我 這時候 注意聽 我把一塊單做底好不好 我把這一塊單做底 那這段是就高了 請問請 所以說體積怎麼算 三分之一的底面積 底面積的事情 我把誰單做底 把上有形多少 PBC單做是底 因為這時候這邊時間 這兩邊是更號垂直 對不對 這兩面是更號垂直 所以說以他為底 這段長度是不是高 行不行 好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段事情 因為剛才講過這邊是更號2 這邊是更號2 對吧 所以說等於三分級的 底面積 底面積事情 底面積是二分之一 更號2乘更號2 這樣行不行 各位可以 二分級的 更號2 乘上更號2 再乘上高 行不行 高 再乘上高 告訴我高是哪一塊 高是這一段 可不可以 這一段 欸就是這一段嘛 這全部是二 所以這段是幾 1 行不行 所以說在乘上高 來告訴我高是其 一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算出來體積就是其 三分之一 題目說三分之二 錯 所以說正確的學校是誰 ABC OK